军工教人员渴望从7月1号开始调薪3% 而很多家长都很开始关心了 会不会连带影响到大学的学杂费呢 而教育部长吴清基今天在立法院强调 今年的大专院校学杂费绝对不会涨 而有立法委员更是打算要提案 要求未来军工教调薪的幅度如果不超过5% 那么就不去调整学杂费 教育部表示最近就会邀请专家学者 来讨论一个学杂费的合理计算方式 已经动涨好几年的大专院校学杂费 一百学年度是否会调涨 最晚5月就会定案 不过军工教渴望调涨3%的薪资 会不会带动学杂费一起涨 教育部长吴清基强调 目前经过公式核算 基本调幅只有0.81% 要涨也只有几百块钱 所以还是希望各校继续动涨 目前有些私立学校校务基金都还有盈盈 我们手上都有资料 所以当你学校还有盈盈的时候 这时候在这时候来调涨 学会事实上对社会造成更多 如果他调涨你就不予补助吗 我就补助管减少 每年的大专院校学费涨或不涨 都引起很多讨论 有立委打算提案 只要物价指数或军工教调薪幅度 没有超过5%的话 学杂费就没有必要调涨 教育部表示 希望在半年内完成修法 为学杂费找出最合理的计算方式 薪资调整占35% 家庭所得要占35% 好像他们认为说有双重在计算的一个考量 那我们委托专家大家一起来 跳脱不意识立场来做考量 另外国中小教科书也因为只将价格飙涨 今年初步评估可能会涨价近一成 每个学生每学期书籍费 约增加至少50元 也恐怕会带动参考书的涨价 增加家长的负担 教育部强调教科书调涨是各县市政府的权责 但家一部会尽力道德权说 希望书商共体时间先不要涨价 记得陈淑君 庄志成台北报道